嗨,我又来了,我是KH 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做的 什么东西呢?就是每一个人做交易的时候呢 都会忽略每一天去找出哪一个货币队 可以让你去关注的 所以我本身今天呢就要让你知道 为什么筛选货币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OK,为什么?因为呢 每一天的交易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交易来讲的话呢 是每一天都在转变的 OK,不是说啊,我现在昨天星期一 今天星期一,大今天前星期一 我检查了这个货币队 他已经告诉我这个一个星期 甚至说整个月的走势 都知道了 嗯哼,你检查一天的蜡烛 一天的这个趋势 你就知道整个月的走是怎样走啊 哇,真的是太棒了 但是,是有可能啦 但是这个的话呢,可能 风险比较大了 所以呢,我在这边 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呢 做交易不要懒惰 OK,因为呢 趋势都是每一个小时 甚至说每四个小时都在转变的 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 我非常紧张 每次我做交易的时候我非常紧张 让这个H1蜡烛开啊 这个H4蜡烛开 因为这两只蜡烛 就是可以告诉我 我现在的进的这个单子 甚至说 现在这个趋势 可不可以让我们去关注的 所以你看,筛选货币队 是不是很重要呢 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怎样去筛选货币队 因为呢 筛选货币队呢 可以让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把这个时间大大的减少 货币队多嘛 OK,好像有AU啊 AJ啊 AKAT啊 AFRANK啊 AN啊 G啊 英镑啊 欧元啊 加加拉拉的话 我们ACS里面 已经TRAG了15个Pay 那么在这15个Pay 你不可能一直这样看看 一直看 一直看 有太多货币队 你怎样看到完 对不对 所以你要怎样做 去筛选出来 看一下哪里的货币队 可以让我们去玩的 这个就是很重要嘛 所以你要去筛选这些货币队呢 其实不是帮助我 而是帮助在交易的你 因为呢 交易真的是需要一个 一个计划吧 OK 就是每4个小时的时候 你要交易的 现在的这个趋势有没有你要的 那么下个小时蜡烛开的时候 有没有你要的 甚至说如果你看到更仔细 有M30啊 M15啊 M5啊 这些东西你都把它combine 起来 把它结合起来 就为了找那个最好的进场点而已 OK 所以 千万千万要记得 这个市场上里面 不可以用一套技术 不可以说你不可以用一个东西 就是 你现在早上 检查 这个趋势了 你就知道整天的这个走是怎样去走 千万不要这个走 不要这个举动啊 OK 因为呢 市场上的这个波动 尤其病毒 发生过后啊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市场上真的是太过离谱了啊 好像 好像在这几周里面啊 这几个星期里面啊 英镑突然大升 哇 又突然大跌 现在又大升了吗 我不知道 OK 所以市场上的转变责呢 是太大了 所以你要怎样做呢 记得 每一天你在关注电脑 你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一定要放轻松 去检查 AU啊 还是GU啊 还是EU啊 或是EJ GJ AJ 去找出哪里一个货币堆 真正的是potential 就是有一个潜能的 这个机会让你去进场 All the ways 关注这个货币堆就好 这个叫做focus trading 就是专注一个货币堆 找出他要的方向 他要的力度 我们要的进场 电 就可以了 外汇真的不需要看很多货币 哇有很多电脑啊 45678个电脑啊 有啦 这个不是我们做的 这些是bank啊 这些是大company啊 这些就需要做 我们这些散户不需要做到太多太多电脑 OK 只要你有办法找出你要的这个趋势 那么就关注这个趋势就好 不管你是做多 你还是做空 都有办法可以让你去获利的 哈哈哈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影片 也说中你的心声的话 给我个like OK 同时呢也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好不好 所以呢今天这个 货币堆的重要性 筛选货币要的重要性的话呢 希望你们真的是完全了解 OK 不要再去预测未来 预测下个月 预测下个星期 预测明天 预测多两天 预测多三天的这个图 千万不要 OK 技术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是散户的话 就 在这个市场上里面 不要太过谈 拿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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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场就好 OK 所以呢 三选货币堆 那么你听完这个影片里面 你真正的了解了吗 了解的话 写个yes给我 好不好 同时呢也要记得 去like我的page 去subscribe我的youtube 每一天 都有不同的这个影片 上传 同时呢 让你们学习到 更多的这个知识 好不好 所以我是KH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